老婉團問一個問題 請你幫我統計一下這個資料裡面 就是會員裡面 這個會員Ctrl向下 總共有100個 Ctrl向上 他就移到最上面 Ctrl上下就是移動到範圍的上面跟下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100個會員裡面 到底有哪一個族群的人最多 那如果我今天的終極想法是這樣 因為老闆他當然會是希望說看到的結果最好是圖像畫的 也就是說你如果資料假設是100個 1000個 10000個 10000個 甚至是10萬更多的話 那當然你畫個圖表一定會是最直接容易理解的 OK 沒有人沒事想要看這麼複雜的資料 所以老闆你就要把老闆當成是很懶的 消費者也是很懶的 一般客戶也是很懶的 沒有人想要這麼花力氣 所以最好你是給他一個全部都圖像畫 所以現在很流行叫一個Dashboard有沒有 就是像Power BI不是叫Dashboard Dashboard就是把它變成像這些圖像畫 像儀表板一樣 Dashboard就儀表 就像那個汽車上面的儀表板 反正指針是不管什麼啦 反正就越直覺越好 像特斯拉有沒有 一個儀表板一打開什麼東西都在上面 很清楚對不對 那可是問題你要怎麼去完成 像那個目前很流行像Power BI有沒有 其實像那個Excel 那個Power BI有點像是樞紐分析表的進階版 它等於是幫你 那當然你說Excel裡面 有沒有辦法把它做成像Power BI 其實也可以 你就用VBA也可以完成 自己可以畫 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完成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如果說我今天要完成這件事情的話 怎麼做 會不會很困難 我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第一件你可能會需要學的 就是說先把什麼呢 年次取出來 然後我們可能會需要幾個步驟 第一個用TEST函數 第二個用樞紐分析表 第三個用樞紐分析圖 所以待會兒會講到還蠻重要的 而且這些東西如果你會懂得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的話 其實做事還蠻快的 圖像的話真的是兩三下的功夫 馬上就可以看出一個資料的大概結果 也就是你要做個決策之前 打兩三下OK了 那首先的話我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我要知道幾年次 所以一般習慣是 如果你要統計分析某一個資料 但是那個資料不在你的欄位裡面的話 那你可能就把它變出來 比如說我需要一個欄位 叫做幾年次 所以如果現在有沒有這個欄位 沒有 沒有的話請各位 記得 尤其是樞紐分析表的使用 如果你樞紐分析表 你要做統計分析的時候 沒有那個欄位的話 怎麼辦 請各位注意 把它變出來就對了 所以我們先產生一個欄位叫黏 把它放後面好了 黏次好了 OK 比如說我加一個黏次 OK 然後呢 它的格式我把它複製一下 用這個複製格式 刷一下 這邊就有了 然後呢 一般習慣是前兩個字 所以剛剛講過 如果你用什麼 直取好像就用Labs 因為Labs是左邊 切兩個字 但你會發現 如果你用Labs這個資料 兩個字 得到的結果是29 不對啊 為什麼是29 OK 所以特別注意 其實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日期裡面的真實資料 其實它並不是你看到的 你看到其實就格式而已 那你看到的結果 跟你實際上不一樣的話 我剛剛講過 而且你會發現一切 因為Labs是文字 文字函數 所以一切你會發現 靠左對齊 它變成一個文字 可是不對啊 我不是要29 而且你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超高66變28 什麼呢 75變31 這怎麼回事啊 那表示說 你看到的跟你實際上 得到的結果不一樣 那怎麼辦 我講過 如果說 你看到的 跟你的格式不一樣的話 那你需要學會一個函數叫Tester 那Tester的使用方法 主要它會需要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Value 就是它 第二個的話就是Formate Tester 誒? Formate Tester是什麼? 格式化的公式 所以 我們如果要知道格式化公式的話 一般關鍵的地方 第一步請你在這個聲字上 按滑鼠右鍵 儲存格格式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 請你切到自訂 自訂是什麼呢? 就是格式化公式 它放的位置 所以這招還蠻重要的哦 有沒有 按滑鼠右鍵 儲存格格式有沒有 然後呢 把它切到自訂 記得呢 在使用Tester函數之前 這個是第一步 先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複製下來 那你複製下來幹嘛? 很簡單 請各位注意一下 直接貼到Tester的第二個參數 Formate Tester裡面就可以了 一 請你先取得它的Formate Tester 複製一下 直接取消 第一步哦 先把它的格式公式 先把它取得 二 插入我們要的那個Tester函數 第二步哦 所以 Value就是它 那Formate Tester就是 先加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把剛剛第一步的那個公式 貼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這樣就OK了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這樣就完美的使用Tester 也就是以後呢 你看到的 跟你切的不一樣的話 你先做這一步 那你會發現呢 它本來是29846有沒有 馬上變成這個文字 好 按確定 那第三步就是用剛剛Labs 所以我們怎麼樣把它做切割 一樣嘛 你就把這個公式再剪下來 不報案等號 再插入Labs 所以我們剛剛就是剛剛第一步嘛 我們Labs 然後把剛剛剪下的公式貼到這邊來 就這一串 Tester 然後C4 公式有沒有 然後我只要給兩個字 我要抓前面兩個字的話 那就OK啦 有沒有 70就有啦 然後向下填滿 就全部OK啦 最後的話 因為我們要做樞紐分析 那樞紐分析的話 還要注意一件事情 什麼事 因為我要統計幾年次有沒有 那特別是幾年次這個概念 將來在樞紐分析表 如果你要把70到79放一起的話 那它應該一定要是一個數字 可是我目前是什麼呢 文字 所以如果我今天想要把它變數字的話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你可以用剛剛教過的 請你在外面再包一個Value 或者乘以1也可以啦 所以最後的話再把它變成數字 這個動作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做數字的話 將來要群組就會有問題 打勾一下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加一個Value 看到的結果 就會從靠左對齊 變成靠右對齊 那向下填滿 這些的話就是數字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年次有了 第一個就完成了 好 我們有年次了 那第二步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呢 想要統計什麼 統計這個結果 給它一個報表 就是50到59 兩個人 60到69 這個是群組啦 因為它本來是怎麼 一個一個幫你加起來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群組在一起的話 我剛剛講過 你一定要把它Value 那最後怎麼做 特別注意 做完第一件事 OK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它插入樞紐分析表 不過你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前 請各位注意一下 因為上面有兩列 這兩列不應該存在的 因為這個理論上 在資料正規化上面 不應該在上面有這些資料 所以理論上我們要把第一列 跟第二列把它刪掉 不然如果你插入樞紐分析表 會失敗 會有產生錯誤 OK 好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怎麼樣再把它做 這個群組的動作 OK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 然後把重點回規 我們一在這邊增加一個年次 二先利用TEST函數 不過TEST函數之前 請記得按右鍵儲存格格式 把它制定之後 把這個公式複製下來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TEST的Formate TEST 記得前後一定要加雙以後 OK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看到什麼 比如說 對 那個 就怎麼擅長 そう 排隊 我